有一些军中的相关的规定 你没有看到白纸黑纸的话 你一定要请承办人好好跟你做说明 因为以而传而不代表是正确的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会以而传而 就是国军的基层人员 可能在这个询问的时候 可能也不敢去问承办人 有些承办人都是感觉自己负责这个业务 好像很伟大一样 你去问他他马上给你回去 或者是你的同侪的团体之间的人员 都直接跟你讲说不要去问他 他很机车不要问他 以至于部队中常常有一些 感觉是潜规则潜规定流传在所有人当中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有问题直接问承办人 是最正确的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资讯嘛 你问你隔壁的弟兄 他就跟你讲 我之前听哪个学长讲 听哪个学长讲 依据在哪里 没有依据 那你如果去问承办人的话 他肯定会把正常的处理流程 或者是依法的处理流程 或者是依规定的处理流程 来跟你做说明 他不可能自己承办人讲错的东西 那还得了 那你干脆不要当承办人好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部队有问题 直接去问承办人 因为有一些弟兄询问我的问题 我老实说 不是什么难的问题 对啊 这种问人事承办人 或者是行政 或者是相关作战训练的承办人 他们肯定都一定可以很正常的回应你 你还要来问我 我们就觉得 当然了 我是一定可以帮你做解释 没有问题 只是说 这个问题应该是 这个基层里面的承办人 就可以回应你了 但是我还是会跟你做说明 只是说 感觉怪怪的 因为这不是特别难的问题 所以会感觉特别怪怪的 那这一个宪兵的朋友 这个宪兵的粉丝 他就突然问我说 如果他在军中被记得乘除 会不会影响他的考机 会不会影响他退伍后 想要去参加警察考试的这个限制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也说明过了 军中被乘除 会不会影响他以后要转任公职 这一个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 非常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 因为我想 不管你是义务役的人员 或者是志愿役的人员 你如果跳离了国军这个行列 我相信有一些人 是想要去报考公职 没有错 就像我之前退伍一样 我退伍之后 我也去考公职 然后一次就上了 对不对 我也是觉得公职 还是让人家蛮羡慕的 一个铁饭碗的工作 所以呢你军人你当久了 或是你当义务役 你退伍之后 我想公职人员可能都是其中一个选项 那公职人员会不会因为军人的各项 陈处而影响到报考的资格 我想之前我都跟大家探讨过了 只要你不要继续当军人 例如你要再露营 如果你要再露营 你在国军退伍前被砍了一支过 那当然没有办法让你再露营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国军里面 然后呢 你要退伍之后 报考公职人员 所有的陈处到底会不会影响 我只能跟你说百分之一百不会影响 百分之一百 连一支申戒都不会影响你去报考公职 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为什么 不是公务人员都是一体的吗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现在军人跟公家机关单位 你光是网络都已经没有办法连接了 为什么 因为军中是用军网 军中有自己的网路线哦 它是实体隔离的 它没办法跟民网相结合 也就是说 今天你在军中电脑的搜索引擎 打了一个 KEMO 对不对 打了一个奇谋 Enter下去 会让你连接到奇谋的网站吗 不会哦 因为军网跟民网的网路是隔离的 没有办法相通 你看到军网跟民网的资料相通 都是借由资讯室做民网军网的转换 之后才可以相通 例如 我今天我有一个Powpoint 对对 我有个简报档 在去家里做了很辛苦 准备在专题报告的时候 来释放给 这个播放给大家看 那 那我在家里做是民网啊 我要怎么传到军网去 当然都是要透过我们资讯室 把你的这个母子碟 先在资讯室做一个扫读的动作 然后呢 资讯室再把你这个这个母子碟里面的东西 call到军网里面 最后呢 利用这个资源交换区 或者是交换区 或者是直接用email 军中的email 寄发到你的信箱 或者是下载到单位的笔记型电脑 让你在专题报告的时候 可以使用这一个简报档 所以军民网的资料是不相通的 那不相通的话 我问你啦 我是一个公家单位 我是全序部 我是考选会 对不对 我是考试院 我哪知道你 你军中犯了什么错 他不知道嘛 那不知道就一定可以考试嘛 我曾经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曾经呢 有一个女警察 女警察 警察他就是公务人员 这无庸置疑吧 他就是在军中担任军职的时候 在下市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问题 甚至呢 造成自我伤害案件 那单位呢 绝对是有给他惩处的嘛 而且这个人呢 办理了不适服退伍 那这么重大的事件 他有惩处 也办理 也有自我伤害的情形 然后也办理了 这个不适服退伍 那请问他现在为什么在当警察 所以你觉得在军中的一些层属 会不会影响到你转任公职 或报考公职 我只能跟你讲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有很多这个义务义的军官 义务义的军官 那有的时候呢 要背责任的时候 都会把这些 不管是申戒 大部分是申戒 尤其是申戒一次申戒 两次这种东西 都丢到这个义务义的军官身上 然后呢 让志愿义的军官不要被惩处 对于以后他的路 比较不会被影响 这个都是以前长官的思维 可能这件事犯错不在他 他就故意记在义务义 有这种情形 包含现在或许 也可能有这种情形 我不知道 那我问你 以前的义务义的军官的少尉 那个都是扛把子 那都学霸 以前大概五十期 以前的那些军官 义务义军官都是学霸 这些人你说他以后 会不会去考公职 几率相当的大 几率相当的大 那他们都背了一只申戒 背了一只过 结果不能考公职吗 那他这些知识分子 肯定术苑或者是申诉 把你申诉到爆 所以你看我以前的几个牌长 义务义的 现在好几个都公职 甚至有一个是Sony的高阶主管 他那个牌长 他他姓郑住在 他姓郑刚好住在台北的郑州路 我就不要说他是谁了 我那时候还跟他同一个房间一段时间 很聪明的一个人 这个中兴大学的研究所毕业的 中兴大学研究所 一个文人 看起来就非常斯文 那他现在是Sony的其中一个高阶的主管 高阶的很聪明的一个人 虽然他没有考公职 但是他那时候就很优秀 所以以前义务义的少尉 很多都非常优秀 他们去报考公职 是正常的事 那你如果 让那种义务义的人不能报考公职 我看你国君肯定被他申诉到爆 或是利用他聪明的头脑 然后呢 让你国君 这个应该说 让你国君闹得鸡犬不宁 所以你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新闻浮现到台面上 没有嘛 为什么 因为国君的任何惩处案 都不会影响你去报考公职 所以有志报考公职的人员 你是身为国君的人员 你都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只是说 你要在军中准备你的公职考试 我说实在的 不是很容易 你说有没有那种天之聪明 非常聪明的 最后考上公务员 然后根本不需要退伍再考的 在我印象中好像不太有 因为我们这几个考上公职的全部都是退伍 一年后或者一年内 利用自己的时间好好看出考上的 你说一边当军人一边考上的有没有 可能有啦 但是我附近周遭的几个 大概十几个考上公职的人员 我们都是退伍过后一年内考上的 甚至台南的那个 台南那个教育行政高考的那个士官 他也是退伍后一年才考上的 士官哦 士官考上高考 目前在台南市教育局担任一个主管 所以都有可能的 他考公职或许真的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不能说这个军中会 陈储会影响你完全不会 但是我还是建议 你要边当军人边考公职 真的是非常辛苦 因为你光是每天军中的业务量 业务压力都很大了 你还要挪出时间来看书的话 我觉得是蛮辛苦的 非常的辛苦 你还不如毅然决然退伍之后 利用一年的时间好好下去做准备 因为你有退伍金嘛 那你有退伍金 绝对可以支撑你这一年的生活费嘛 肯定可以支撑你很多生活费嘛 然后再加上你如果想要补习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这个退伍金 去做补习的动作嘛 像我妹我妹考上警察 她也去半年的冲刺班 她也有去补习 我没有补习考上的 但是我妹妹她有去冲刺班 警察她那时候参加警察的考试 她也去读了半年的冲刺班 所以就也考上了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 你觉得军中的环境真的不好 然后你想要逃离军中 但是又怕以后没有保障 一定想考公职的话 我是建议你真的就是 毅然决然退伍了 破釜成舟嘛 然后就投入了看书 或者是补习的行列 然后呢绝对努力个一两年啊 我觉得考上公职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努力哦 你不要跟我讲说 我听怪物的话 我毅然决然退伍 但是我边工作边去考公职 我跟你讲 这样真的很辛苦 几乎 除非你我刚才讲你天资充盈 不然几乎是不太可能考上 我还是建议退伍后 大力去充斥放掉工作 专心的准备公职的考试 应该才会考上 以上是第一点要分享之前 先跟大家回答这个粉丝 所问的问题 这个先跟大家这个讲一下